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你这些纸袋从来没拿出来用过 以前把塑料袋提回家 还拿来做垃圾袋重复利用呢 现在这堆纸袋 好像成了我的一次性永久封存收藏品 这么一想 纸袋就一定比塑料袋环保吗 原来 看一个产品是不是环保 并不能只看废弃后 是不是会对环境造成危害 生产过程也可能会污染环境 生产同样大小的纸袋和塑料袋 纸袋的能耗 温室气体排放 耗水量以及产生的固体废弃物 都比塑料袋更多 纸袋生产的源头 塑料袋始于原有开采 这一步就造成不少碳排 相应的 纸袋始于砍伐树木 一定程度上也在损害地球的森林资源 这样看来 纸袋的环保性 需要多次循环使用才能体现 然而纸袋往往不够结实 难以成装尖锐 较重的物体 使用后如果破裂也很难再次利用 使用寿命较短 酒糟蛋白质可降解塑料 酒糟 晾酒后的残渣 蛋白和可降解塑料也听说过 连起来就不明白了 于是我去请教大神朋友 简单地说 就是从酒糟中提寻软心蛋白 然后混合纤维 加工制成可降解塑料 同样的 食物废料也可以用类似方法再加工 从源头端收取回收这些废弃的食品 农业废料 可以大大的减少这些废料 在土壤里面 二流化它的排放量 如果我们不收取的话 这些可能会当作饲料去养牛养猪 而牛是全球非常大的一个 温室气体排放的源头 我们把蛋白提出来 通过我们对蛋白的改性 和一些无积分子的组合 变成软性的包装 比如像保鲜膜 比如像袋子 变肥为塑料 使用并不复杂的工艺就可以实现 在避免原油开采产生的 大量碳排的同时 也解决了普通塑料废弃后 不可降解的问题 相比一般塑料 这种新型塑料具有更好的保鲜性 不易被氧化等优点 与其他可降解材料 例如热素性生物降解塑料 聚乳酸相比 由于原料采购的价格更低 生产的总成本也就更低 并且降解周期还更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